欢迎学习简明法语教程 客机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了 而且它也和我们法国有关系 那大家来猜一猜是哪一种飞机呢 它的名字叫做 就是鞋和式飞机了 我们会看到它的命名啊 其实就是来自法语的 对不对 就是我们所说的和谐融洽 我们国内经常会说这个词 和谐社会嘛 看来我们法国人呢 也很喜欢和谐 你看他们有Congord的飞机 还有Congord的广场 在巴黎 有一个协和广场 对吧 还记得它叫什么名字吗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Nest pas La Place de la Concorde 我们也可以注意一下 有没有发现 Congord的这个词 当它表示和谐 这个本身含义的时候 它应该是一个 什么词性的呢 应该是阴性的 La Concorde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 鞋和式飞机的时候 说的是 Le Concorde 所以如果我们看到 Congord 用作一个阳性名词 特别是加上了冠词 Le的时候 它呢 专指 鞋和式飞机 这样的一种机型 这一点啊 值得我们注意一下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本课当中的几个新词 我们先从动词开始看起啊 第一个 这个动词叫做 Hule Hule 那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动作呢 我们可以看这幅图 来猜一下 Hule 如果看图 还猜不出来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个例句 首先这里有一个副词短语 我们也可以记一下 De haut en bas 就是从上到下的 它从上到下的怎么样了呢 从楼梯上滚下来了 Hule 所以呢 Rule 这个词 它的原意 指的就是滚动 这样的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呢 其实我们也经常会用在一些交通工具的身上 比如说 Le train Rule A 80kmh 这个火车 它的行驶速度是 80公里 每小时 Le train Rule 所以我们像火车 或者汽车 这一类有轮子的交通工具 它们的轮子在滚动的时候呢 就是在行驶了 这是Hule的第二个意思 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一句话来看一下 我们一些交通工具的时速 可以怎么表达呢 首先用什么样的速度 以什么样的速度 我们的借词用的是 A A GETROVAN KILOMETER A L'ERH 这里的A L'ERH 指的就是每小时了 所以这个表达呢 我们也可以提前熟悉一下 那刚才我们讲到了Hule的两种意思 第一个是自己滚 第二个是 车子行驶 那他都是做不急物动词用的 自己滚动 自己行驶 对不对 那Hule呢 也可以做急物动词来用 那就表示 让别人 或者让别的东西滚动起来 所以呢 我们可以翻译成 推动 或者 把一个东西卷起来 我们也可以用Hule这个词 比如Hule 就是推一辆 小手推车 我们超市里面的那种小推车 就叫Sherio Hule 还有一个 Hule Une Cigarette 卷一支烟 Hule Une Cigarette 就是Hule 做直接急物动词的时候 它的一个用法 那我们还可以学习一个 书本上没有写到的 Hule的一个比较常见的用法 同样是做不急物动词 那么它指的是 一件事情 它在正常的滚着 没有停下来 所以就是说一件事情呢 它进行的比较正常 或者说是行的通的 那我们经常会在口语里面 看到这样的一句话 叫做 Sherio Sherio 就是这个可以有 这个行的通 Para example Demain Sherio Je serai la 明天吗 明天可以啊 我会到那里吃的 Sherio 好 这是我们今天看的第一个词 Hule 它的用法也比较多了 接下来第二个动词呢 是 Mesurer Mesurer 猜猜它的意思 和英语里的measure 是一样的啊 Mesurer 首先 它可以指 给别人测量 测量它的高度 或者长度 比如 L'instituteur mesure L'instituteur L'instituteur 这个老师呢 在给小朋友们量身高 Il measure L'instituteur L'instituteur 去量一个别的东西 那它也有一个比较主动的表达方式 比如说我们看一个例句 也是很常用啊 L'instituteur L'instituteur 它怎么样 1米68 很明显 就是说它的身高是1米68 所以这个时候 Mesurer 它表示的是尺寸为什么什么 身高是多少多少 L'instituteur 1m68 这是表示身高 如果是尺寸呢 比如说 这一间房间是长5米 宽3米 哎这个句子看起来有点复杂 怎么表达呢 其实非常简单 我们可以直接这样说 这个房间 7 pièce 7 pièce mesure 3m sur 5 它这里也用到了 sure这个比例 3m sur 5 意思就是 一边3米 另外一边5米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这样的表达 可是长宽的时候 直接这样说就可以了 那当然了 如果你要更加的详细一点 要特别详细的表达出 长是5米 宽是3米 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7 pièce mesure 5m de long et3m de large 5m de long 就表示 它是长的那边 那3m5米 de large 它是宽的那边 所以这样就更详细一点 所以这样就更详细一点 7 pièce mesure 5m de long et3m de long 这是mesure 这个动词 那一般我们是量一些长度啊 高度啊 那如果是量一个东西的重量呢 我们会用到另外的一个动词 叫做 bouzi bouzi 那当然了 我们去菜场买菜 就可以bouzi 任何东西 bouzi les pommes de terre bouzi le poisson 等等 那接下来的这个表达呢 大家猜一下它的意思 bouzi le pour et le contre bouzi le pour et le contre pou 和contre 我们以前学到呢 它们都是借词 对不对 那这里做的是名词用 le pour 有利的方面 肯定的方面 那le contre呢 就是不利的方面了 所以来称一称 有利的和不利的方面 那这个词呢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 很重视的表达来解释 就是权衡利弊 bouzi le pour et le contre 这是bouzi的第一个意思 称量 那它和上面的 mesuré一样 也可以表示 我自己 重多少多少 哎 这就是一个 六年老师 非常不愿意提及的问题了 就是自己的体重是多少 比如说 a canzon il pèse déjà 60kg 在15岁的时候 它已经有60公斤了 il pèse 我们要去注意一下 pese 的变味 虽然是一个第一组动词 但是变味也特殊的 它和 levé一样 为了发音呢 是需要做一个改变 加上 accent 所以是 我们通过 我们通过这两个动词的学习呢 也看到了很多法语当中的比较常见的单位 比如说这个 g 或者 kilogram 就是千克 kilometre 千米 等等 好 那bouzi呢 在这个地方表示的是重多少多少 那其实它还是作为一个极物动词来使用的 后面还是有根冰语的对不对 这个冰语就是重量 比如说 bèse 400g 之类的400g 就是它的冰语 就是从语法结构的角度上说 那bouzi呢 它比mesuré多一个用法 它可以直接做不极物动词来用 比如说 ce sac bèse 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ce sac bèse c'est à dire ce sac a beaucoup de poids 这个包 分量很重 所以bouzi可以直接表示分量重 那如果要给它再加一个程度呢 我们可以说 ce sac bèse lour lour就是沉重的意思 ce sac bèse lour 那我们除了一个包包很重 还有什么可以很重呢 son'opinion bèse lour 它的观点 怎么样 它的观点很有分量 son'opinion bèse lour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短语 也是用到了bouzi这个动词的 叫做bouzi chure 那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呢 就是把自己的重量都压在什么什么上面 对吧 bouzi chure 所以它有一个隐身意 是说影响了什么什么 因为把自己的重量压上去了 所以就影响到它了 比如说 还是一个观点啊 son'opinion pèse sur la décision final 它的观点呢 会影响到最终的决定 son'opinion pèse sur la décision final 好 好 那我们学会了 mesurer 和pouzi 它们的基本用法之后呢 我们可以回到刚才提到的 le concorde 的鞋合飞机 是不是现在我们就可以表达出 它的长宽和重量了呢 比如说这样一句话 鞋合飞机 长 62.1米 宽 25.56米 它的重量是 170吨 这句话怎么表达呢 同学们可以自己试试看 Le concorde mesure 62.10 m de long et 25.56 m de large Il pèse 170 ton Encore une fois Le concorde mesure 62.10 m de long Et 25.56 m de large Il pèse 160 ton 我们会发现 IT是 mesurer 和pouzi 的用法 还不是最难的 最难的是这些数字 是吧 同学们又好久没有用了 嗯 那这个点呢 我们平时自己 还是要多多练习 好不好 不要前面学完了 现在就忘记掉了 OK 所以我们学会了这两个 动词以后呢 就可以表示出一个东西 它的长宽 它的体积 重量 等等 这样的一些信息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个动词 我们看起来啊 应该是蛮眼熟的 这个动词叫做 re luvie re luvie luvie我们都学过 是抬起来的意思 luvie 那我们加上了re这个前缀呢 回忆一下 re的前缀可以表达什么意思 再次 所以re luvie 指的是再次抬起吗 差不多 比如说一个人本来他是站着的 后来呢 他叭唧摔倒了 那你再把它弄起来 这个动作我们叫做什么 扶起 所以re luvie就有福起的意思 这是它的本意 那作为隐身呢 可能是一个国家的经济 本来好好的 后来突然间 表达叫下去了 那我们要再把它弄起来呢 就叫做恢复 所以恢复这个词 也可以用re luvie来表达 比如说 re luvie re luvie 恢复经济 这是re luvie的 比较常见的两个意思了 那我们来看 它可以指 抬高 那抬高和luvie 所表达的 抬起 它们在意思上 有一个什么关系呢 以前讲到re luvie的前缀 都是说 它可以表达一个 再次的概念 对不对 那其实 它还有一种 非常常见的意思 可以表达出 一个动作 它程度的加深 也就是说 用来强调这个动作 它本身所指的含义 比如说 我们可以来看几个例子 一个是duble duble duble 形容词 表示双倍的 那么duble呢 就是加倍 那我们法语里呢 也有一个动词 叫做re double 那有些同学说 它是不是再次两倍 所以就是四倍呢 并不是啊 这里的r 表达的就是一个 含义的加强 所以就不只是两倍 它是大大的倍增 就是非常多倍了 re double 还有一个例子呢 chercher 我们都认识 是去找 对不对 chercher 那rechercher呢 当然不是再找 而是仔细的寻找 或者说探索 rechercher 那我们做研究什么的 就会用这个词 它比找的程度 要升了很多 那再比如我们刚才提到的 levei 是抬起来 那re levei呢 它也可以表示 抬高的意思了 所以我们今天通过 levei这个词的学习呢 也可以了解一下 eho的前缀 它所表达的 另外的一种含义 好 以上呢 就是我们这节课当中 比较重要的几个动词了 那剩下的几个呢 相对来说 比较简单一点 我们可以快速的看一下 其中一个是 hon se ni hon se ni 其实这个动词 也符合我们刚才讲到的 eho表示一个加强的意思 其实它的构成呢 就是re加上hon se ni 那当我们后面的这个词根 自己也四字母e打头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re当中的e 就会被省掉 所以变成了hon se ni 那hon se ni 指的是教授 比如说我现在正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hon se ni le francais 教给你们法语 而hon se ni呢 它的程度就更深一点了 因为我们经常说 教授一个学问呢 是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我只是把一些最基本的东西 交给大家 对不对 那课下的单词啊 去记忆啊 辩位啊 或者一些句子的背诵啊 还是要靠大家的 我们不要偷懒哦 而hon se ni呢 他就教的更详细一些了 所以他表示的意思 直接就是告诉 直接把信息都给你了 都告诉你了 因此我们记住 他就是告诉 提供信息的意思 那其实我们经常会用到 他的自反代词的用法 sue hon se ni 那就是自己想办法 去得到这样的一些情报 所以是打听情况 得到情报 这样的意思 sue hon se ni 我们顺便再记一个 他的名词形式 le hon se ni mon le hon se ni mon 资料 情报 好 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动词呢 以前肯定是认识的 就是gouvrir gouvrir 它是覆盖的意思 但是我们在这一课当中 会见到他的另外一个用法 我们可以覆盖过一整段路程 很长的一段距离 所以他这个时候表示的是 完成 这么长一段的距离 比如说我们书本上的例句 ce cycliste a couvert deu cent vingt kilomètres en cinq heures 这位自行车运动员 le cycliste 他呢 在五小时内 en cinq heures 做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他跑完了 整整220公里 所以在这里 gouvrir 指的就是 完成这一段路程 来做几道练习 巩固学过的内容 alor c'est tout pour aujourd'hui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节课再见 Salut 我们下节课再见 我们下节课再见